台北的吳先生 吳先生你好 曾大哥你好 我之前有傳九二公司給你的那位吳先生 是 謝謝你 你們那個87926969 從你這個節目開始 電話打到天亮一通都不會通 怎麼聯絡都聯絡不到人 那個是新聞部的電話 那是新聞部的電話 那是新聞部的爆料專線 那轉電話過去 從早上9點 講到下午 既然沒有一個人跟我回應 有沒有傳錯有沒有講錯 我們也不知道 傳真有沒有說傳錯 九二公司就是 沒有必要跟他商談的東西 有什麼好談的 我也不知道我有沒有講錯 你們整個新聞單位 我從 那一天幾號 你可以問一下我的通話紀錄 你都可以去查 我從晚上打到 早上你們上班到下班 下班到上班 最少24小時 是 好 吳先生老實說我不知道 等一下 這個實際 我是現在傳不到 好心跟你們說 我真不曉得 因為這是 三立的行政部門 在處理電話的狀況 我真的不了解 我不曉得你講的是 真的是不是碰到這樣的狀況 那如果有 我們來查 有 那我們來改善 不好意思 來台南的莊小姐 莊小姐妳好 那個主持人妳好 妳好 我覺得以年輕人 莊小姐麻煩妳大聲一點好不好 以我年輕人 我住台南縣本身 農業這邊 我們雖然看到民進黨很認真 讓他們說成我們很像 很像那種博山式的在爭取民主 不過真的 民主是 我們不是親服的人民行動自主 而是真的民權 那今天金服衝去國外 他是代表我們嗎 真的是羞辱我們這些 本身土地活在這一塊土地的每一個人 你知道嗎 我們是 雖然沒有他這種高知識分子 但是 真的民主 你不能模糊 你模糊 就是沒有 你說實在 你沒有由衷地認識台灣的優勢 沒有認真的去了解 我們住在本土的需要 人騙我們都騙得不夠 不夠慎重 那 你連他連停課不停班 都可以講成停班不停課 那他模糊到這種 連四個字都會忘記 那這個總統他到底每天在想什麼 他有沒有領導能力 我真的覺得說 民不聊生他真的看不到 我們 我做房地產 我只能 我的有一個特質就是 我只要到每一個地方 我就能從一個小型消費去瞭解 台灣的每個區塊 他一個月收入多少 那我發現我們的總統 一個大格局的人 他對談判 談判不了解 所以今天帶金服從出國 來丟我們台灣人的臉 你知道嗎 今天他在哈佛 是個人的發表 可是丟了所有台灣人的民主 因為他講的話不代表 我們中南部的 那種很辛苦的老人家 你知道 我們中的這麼多 我們中的這麼多 謝謝你 來台中林先生 林先生 你好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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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說 你好 我想要說的就是 我想要說的就是 陳元前跟金服從這次去訪問 他是在保護他的大腿 因為他希望不要叫做年齡 他可以做大股 我們蔡英文主席 可以做總統之後 他這次坐在車上 跟台中的人相約 他回來 郭民東的理會 還會配面 是 講他的設計 這樣嗎 是 謝謝林先生 後來新莊的龔小姐 龔小姐你好 你好 各位大家好 你好 蔡英文今天表現得很好 他明白表示 民進黨人不仇恨中國人 仇恨中國人的是 以前國民黨教育台灣人 要仇恨中國人的 他回答中國學生的話很得體 民主 歐美國家都是很開放的民主國家 那為什麼 歐美國家說 不放心民進黨候選人 說 潘英文當選總統 對亞洲會產生動盪 他為什麼歐美國不只說 是中國的飛彈對準台灣 才是動盪的根源呢 民進黨也是在追求民主的 不想與專制的獨裁的共產黨 共產國家統一 這有什麼不對呢 這才是真正的民主啊 9月14號金普聰說 潘英文不喜歡被檢驗 大家都知道 其實真正不喜歡被檢驗的人 是金普聰 因為他不喜歡當官 才可以比較國人的檢驗 自打嘴巴 潘英文在競選新北市的時候 不是在接受選民的檢驗了嗎 現在要競選總統 不是也在接受全國人民的檢驗嗎 是 他有逃避任何國民黨提出的任何質疑嗎 反而是馬英九 逃避的百姓獲得記者的質問 只會一戶樣板的笑臉 出口 只有一句話 謝謝指教 還有今天在電視上 畫面上有看到金普聰的 美國演講後面呢 看板上有笑出馬英九執政 才可以讓百姓安定 很諷刺的一句話 現在百姓生活大退到十幾年前的水準 生活經濟不好大 不敢結婚、不敢生孩子 國民黨所講的話 都是騙人的 謊話連篇 台灣百姓要決定的不要再看 謝謝 來入港的梁先生 梁先生你好梁先生 喂 鳳怡大家好 你好 你好 我要說得很簡單 是是 我想用另外一種的公法 好 要選一個總統 應該不是說台灣獨立 是 因為你要說獨立 應該是說這個地方是關鍵 讓別人在割 嗯 我們不才會獨立 是 但是我們一直都自己在關鍵 所以我們應該是說 所有總統的人 要讓我們這個地方 先為一個國際深入的國家 因為我們才是沒有國際深入嘛 是 是 但是呢 台北那邊 一種個表啊 但是在我們台灣裡面 也是一種個表 嗯 個人說個人 是 所以我有一個比較新的生活 嗯 新人中國 台灣獨立 嗯 我們一直都生人中國 南本來就生人了 我們一直存在 我們生日 我們的祖先 總統這都有嘛 嗯嗯 但是我們希望說選總統的人 應該 到目前為止啦 人家說 沒有國哪有家 嗯嗯嗯 因為是我們上一輩子很可憐 是 比我們過多年 附在一個國際都沒有生的國家裡面 他們上一輩子很難 是 所以我們希望說 未來總統 他不是說要看台灣倒立 嗯 是說我們要怎麼 變成一個國際能生人的國家 是 你要用台灣好 要用共和民國 了解 不過我們一直都 一直都承認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個國家 而且 他現在是個強大的國家 來接下來是高雄的方先生 方先生 方先生 你好 方先生 喂方先生嗎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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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說 宏羽你好 你好 各位 嘉賓你好 請說 九二共識就對了 那是騙人的 是 對啊 嗯 希望就對了 我們台灣人 不管什麼黨 什麼人就對了 嗯 希望我們為了 是 是 對嗎 好 啊 這個媽媽 能夠 對嗎 真的說 一直要一中 對啊 不 方先生 都瞎 跟大家提醒 我們從要求北京當局 開記者會 國際記者會 向全世界宣示 這個九二共識就是一中各表 到目前是沒有開過 他有開過一次是 九二共識是一個中國 而一個中國就是未來統一的基礎 接下來是台中的劉先生 劉先生你好 劉先生 你好 你好劉先生請說 你好 我是台中的 是 我是39年次了 那個馬英九 他說 他們說怎麼一中購表 我認為是兩個中國 為什麼呢 中國 兩個中國就是說 一中就是我們台灣中華民國 我們選 現在不是選台灣的中華民國的總統嗎 我們就真的很可憐 他一過來 他沒有把我們當人看 例如八八水災的時候 他說沒有黃金七十二小時 比喻話 他站在那個被水泥的事實的時候 沒有人去救他 那不是很可憐嗎 所以說我們台灣要站起來 你去選我們的那個蔡英文 當我們的總統好不好 謝謝各位 劉先生謝謝 來背頭黃小姐 黃小姐你好 紅衣你好 大家晚安 非常高興 我第一次call就call到 這是台灣的幸福 第一點我今天晚上看到 我們蔡英文主席 在那個美國的那個演講 我坦白講我非常的驕傲 非常的驕傲 我們台灣 我們民進黨能出這樣的一個人 所以我非常期待 1月14號 買你吃給14號 前台灣人來慶祝我們一個 非常好的總統誕生 第二點 我在這邊就是說 我看到你了 然後阿勇阿 我們民進黨 我是真的希望就是說 如果我們蔡英文主席當總統 也要有強而有力的國會來幫忙 很多妨案才過得了 你看過去我們執政 其實我們政績有多好 我們現在簡單講就是說 細節為什麼不淹水 我們的血液單只分 我們中科為什麼 一定一年十個月 可是我們卻在林信義的領導之下 我們十個月完成 這就是我們民進黨很多的政績 只是我們因為沒有去宣傳 那國會的過半非常重要 我希望我們民進黨 就是說阿勇阿勇阿 你們大家 我們民進黨 大家一定要去宣傳給所有的百姓知道 國會過半才能幫助我們蔡英文 達到我們台灣要富強的一個目標 另外一點我在這邊想 因為今天一直 金埔東在美國想到這個美 共識 他說要模糊才是美 其實我坦白講 我是想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其實他跟馬英九之前就是要模糊才是美 我想這樣講大家都知道意思 所以他從以前到現在 大概就一直保持這個模糊就是美 所以我在想 所以他的策略就是這個樣子 跟大家共享 大家加油台灣加油蔡英文當選 謝謝大家 黃安姐謝謝 好等一下回來繼續討論 先休息進廣告